做完那个年龄部分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后面的 e-day这个函数 这个e-day函数主要的作用在哪里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就把它改成2020好了 OK 2020的当天等于什么 就这一天 把这个日期带过来而已 然后 如果我今天要计算什么 奥运的后三个月 三个月 当然你想说这边应该就把它改成11月就OK 可是问题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就是加三个月的话 特别注意 你不能够直接 就是去变动它 那当然你不可能说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日期 加三个月 三个月那就90天吗 但你看天数都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能够计算月份的话 相对比较麻烦 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今天不用1day函数的话 你必须要用四个函数才能完成 哪四个函数呢 第一个 插入函数里面 第一个days函数 那这个days函数你必须什么 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 如果你要做日期的计算 一 你必须要先把日期先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呢 再针对月的部分呢 把它加了3之后 再把它存回去 存回去再把它合并 也就是分开来再合并 那也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把它 把它合在一起用date 分开里面的资料 就我们刚刚讲year 那year的话呢 很麻烦的 我大概快速打一下 第一个先取得这个日期里面的year 再取得这个日期的month OK 其实就先把它分开来 再取得这个日期里面的date OK 刚刚都有练习过了 只是说 最后的话计算怎么计算 就是在month地方加3 然后呢 最后再用date的方法再合并回去 所以哦 year,month,date是分 分完之后计算 计算完再用date合在一起 按按确定 这样就会是正确的 那减的话 当然去掉了 当然顾名 这个是后三个月 那前三个月的话 其实只要把公字 把它再减3就好了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 怎么这么麻烦 OK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刚好 所以哦 这边就是我们要讲 e-date函数 那e-date函数 特别注意哦 这个e-date函数呢 它两个参数 非常简单 哪一天 这一天 后三个月 有没有发现 month 三个月 特别注意哦 这个e-date函数只能针对几个月之后 不能针对几年之后 OK 所以它没有年的部分 按确定 不过呢 它带回来的会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数字 那怎么办呢 你直接 它不会自动帮你转换日期格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你要自己再把格式再稍微转换一下 那么e-date函数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哦 主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如果你不用e-date哦 你变成你要用什么 date e-date year month date 所以呢 再来的话 插入函数 用e-date 哪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 相差几个月 相差一个月 为什么相差一个月呢 因为1月1号跟2月1号相差一个月 2月1号跟3月1号相差一个月 反正都相差一个月的第一天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向右填满 再来怎么样 宽度不足的 把3月到12月快点两下 选起来快点两下 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OK 1月1号到12月1号就产生了 所以呢 第一步呢 我们年历的话 需要先用e-date函数 产生2月到12月的第一天 再来底下的话要做什么 再产生什么 每个月的下一天 那每个月下一天的话 基本上就是什么 等于什么 这一天怎么样 加1 对 这样就OK了 格式带过来 然后向下填满 有没有 就有了 然后再向右填满 会不会就大功告成了 好像有 可是有几个地方不OK 哪些地方呢 各位看一下 这边应该不能出现 这个有OK 所以呢 只要是什么 一个月不是31天的 都会多出什么 多出一些东西 有没有 31 31 这个9月就不OK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这几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当然呢 我如果希望把它去掉的话 OK 其实我同学说 去掉怎么去掉呢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有其他方法 你给它按delete吧 不过其实我们主要不是按delete 而是说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你用公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怎么要解决 其实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刚刚是A2 把A2加1填 向下向右 那可是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 判断什么呢 如果A2加1的那个结果 如果它产生的那个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 不要产生这个东西 让它怎么样 不要有东西 OK 如果我说有东西 就是 当然就把它 就是不要显示 所以如果不显示 这个就不见了 那其他也不显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各位可以想一下 怎么 这边应该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呢 插入函数 逻辑 如果 如果什么呢 用曼时 月份 月份不同 2月跟3月不一样 所以曼时 这边可能要曼时 哪个的曼时呢 就是A2的这个曼时 就是我上面那个储存格 的那个月份 1月份 所以这个曼时回来应该是1 如果它的月份不相同 不一样的话 不一样是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 它这个 把上面那个日期 有没有 把它加了一天 试试看 有没有 如果这个 原来的这个月份 跟加了一天的月份 如果不相同的话 那我给什么 给没有东西 对不对 就是不要让它显示 反思 反思的话 那我就 再放A2加1 不要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 我 A2的 月份 跟把它加一天之后的月份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给它空的 反思 如果一样月份的话 所以不等于 所以底下FORCE一定是等于 那我就把它A2加1 按确定 向下 向右看看 放开 看会不会解决问题 放开 各位有没有发现 好像大部分 这个已经都解决了 因为月份不一样 全部解决了 但是 这个地方 不OK 为什么不OK 因为 我们用A2做逻辑判断 到这边的话 变成B30 那B30 里面 你外面 加一个month 去取得里面的东西 可是你却给它的是一个空的 那空的它就是说什么 你给我的资料有错误 你怎么可以 你应该要给我的是一个什么 日期的资料 可是你为什么给我一个空的呢 所以它这边是一个叫抗议 你不应该给我一个没资料 所以呢 怎么办 影响 我把它去掉 可是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 发生错误 的讯息 我如果不要让它出现的话 怎么办 还有影响吗 对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多做一个动作 把这个公司怎么样 剪下来 但是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ifl 然后把刚刚的公司贴到这边来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那就给 没有东西 这样子的话呢 按确定 再向下 再向右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好像有点麻烦 没有 主要是练习 这个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公司的意思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那后面当然还没有完成 待会我们可能还要再增加什么 增加就是 如果礼拜六礼拜天不一样颜色的话 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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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